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 別有用心的人透過不同渠道 磨擦年輕人價值觀和道德界線 提醒教育界要提高警覺 楊潤雄去信中小學校長 提到七一孤狼式恐怖襲擊 兇徒手段泯滅人性 有人帶上幼童到場悼念 是有違教養之德 又說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向疑兇感激和致敬 是非不分 須以嚴詞通緝 更有人招攬學生 成為恐襲犧牲者 將年輕人推入犯法深淵 社會必須強烈譴責 教育界應該教導學生 知法守規 避免學生受看似 崇高的歪曲理念塗毒 參與暴力和違法行為